台日新闻的独家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北市东区街头 最近出现了很多高挂 电子烟专卖店的招牌 民众就质疑说 难道电子烟现在在台湾 已经合法贩卖了吗 不过卫福部强调 目前在台湾 无论是网路或者是实体店面 只要贩卖电子烟的店家 全部都是违法的 那么要是抽查发现 成分含有尼古丁 最高会被依照钥匙法 开罚1亿元 但是业者似乎是没有在怕 就是看着目前法律的规范 很模糊 生意继续做 一走进电子烟专卖店 里头不仅有各种畸形 烟油口味更是五花八门 有的选项也会非常上来 上前走 找得到很多人充满 第一月强力推销 狂推电子烟好处 还说成分不包含尼古丁 但等到消费者主动开口 进一步询问 我需要身份检验 大家好啊 因为台湾 你不容易违法 所以不能公然办法 原本店家都是在网路 或是夜市低调偷偷卖 这阵子却有民众发现 台北市东区和公馆商圈 到处高挂电子烟专卖店的招牌 质疑难道现在已经可以合法卖 电子烟了吗 所以我们这些 可以说我有 对 但是不能买 会进一步询认可能 如果OK的话就可以买 店家自制违法但却有SOP钻漏洞朵 朵鸡茶继续卖 卫福部也强调目前在台湾 不论网路或实体店家 只要贩售电子烟通通都是非法经营 就算店家贩售的电子烟没有填充尼古丁 但只要外形上烟品 就会被依照烟害防治法 开罚一到三千元 而卫福部统计市面上八成的电子烟 都含尼古丁 业者只要被抽查到 最高会被开罚一亿元 不过目前法条并没有针对电子烟的专法 主管机关已经在拟定草案 要严格把关加重开罚 避免电子烟店家像现在这样 无视法令 骚张营业 记者综合报道